来,今天这道题目特别考察大家的阅读能力 特别是对于图像的阅读能力 告诉我们直线Y等于MX加N如图所示 大家来看,给了我们依次函数的图像 我们发现自左向右是下降的 说明M一定是小于0的 而直线与Y轴的交点在Y轴的正半轴 说明N一定大于0 甚至注意,这个点是01的话 说明N都得是大于1的 接着来看,既然这个位置大概是1了 说明这条直线与X轴交点的横坐标一定大于1 那么与X轴交点的横坐标是谁呢 咱们另外为0,得到的这个横坐标就是负的M分之N 它必定是大于1的 而我们又知道M小于0,说明负M必定大于0 不等是两边同时乘以负M,不等号不变 我们就知道了M加N也必定是大于0的 这个时候咱们接着来读题 我们要求的是这个式子化减后的结果 那么M-N的绝对值很明显就是N-M 得到的是M-N的相反数 而我们减去了根号下M的平方 应该减去的是M的绝对值 M本身是负数 所以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 这里就变成了加上M 最后一个是M加N的绝对值 我们知道了M加N大于0 所以就是它本身 那么最终的结果负M和正M消掉 就应该是2N再加上M 大家学会了吗 下课